观众朋友晚上好 我是嘉顺 欢迎收看6月25号的百革大事迹 新闻开始跟你一起关注 有关于昨天巫统最高理事会 宣布开除前主理主席穆尤丁 和前几点大臣穆克利的新闻 巫统巴尔施部三机构 今天就对此召开会议 抗议这项决定 并且表示将会立体穆尤丁 其中区部三名委员会 就已经表达持续职务的决定 同时也接获三、四支部的主席 蒙起辞职的念头 另外巴尔区部三机构 同时发表了七点声明 其中就批评了党主席 也就是首相纳吉滥用权力 佛州巫统联委会主席穆哈默卡利就表示 柔州巫统同意党中央的决定 并且呼吁柔州的党员 尤其是巴尔区部的党员需要保持冷静 寻求柔州巫统会否分裂 以及对下一届大选造成的冲击 穆哈默卡利就表示 柔州巫统必须将此事视为一项考验 接着来看看其他政党对于双目被革职事件的看法 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吉祥就指出 巫统开除穆尤丁以及穆克利的党职 显示了纳吉并不准备对一马公司的丑闻 给予正确的交代 此外他认为首相纳吉会继续将这一种不民族的作风 同时将消息压制下来 使问题不在国内发酵 至于开除两人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林吉祥就表示 还需要一些时间观察 但有一点肯定的是 这一项决定并不会加强纳吉的声望 那是否会邀请穆尤丁以及穆克利加入希望联盟呢 林吉祥就认为 现在谈这个还言之过早 接着带您关注有关于卫生部的消息 可透过疫苗预防的病症 近期内在我国频频爆发症状 对此卫生部总监诺西山就指出 拒绝为孩子注射疫苗的家长 从2013年的470宗案例增加至2014年的1292宗 截至去年的5月 共有1054宗的案例 这种情况其实会让小孩有更高的几率 患上白猴症 麻疹 破伤风 小额麻痹症 以及肝炎等疾病 所以诺西山就表示 卫生部正在探讨是否要效仿其他的国家 强制每一名孩童注射免疫接种计划旗下的疫苗 否则就不能够入学 但无论如何 教育总监凯尔就表示 教育部目前并没有计划 将完成疫苗注射设为入学条件之一 因为政府落实的是开放教育模式 这种措施对于孩童来说是不公平的 10名反贪会员会的官员 以及4名不成土地局官员 日前接获了公众可靠的线报以后 前往不成20区取缔非法采杀的行动 在突击该非法采杀的现场时 有4名相关人士迅速逃离现场 但再过没多久 约有20名相信是非法采杀集团的人士 来到了现场威胁他们 并只说如果不离开的话 就会用裸里冲撞他们 对于这样的恐吓 执法人员唯有报警协助 而在警方到场以后 双方发生肢体冲突 警方在混乱中逮捕了其中的两人 消息指出 相信有关非法采杀集团的背后 是受到保护的 而反贪会目前正在携手调查 已揪出幕后的黑手 最后为您跟进有关于 英国脱离欧盟的新闻 昨天英国公投曾经显示 有高达51.9%的民众 支持脱欧 这样的结果让美国德克萨斯州的 分离分子主义得到了启发 有意仿效推动德州脱美 该组织被称为德州民族主义运动 宣称拥有约25万名的支持者 曾经在今年初发起请愿活动 要求在11月大选时加入脱美的投票 但是不成功 所以他们现在把目标锁定在 2018年的选举周期 再一次推动独立运动 目前这个组织的主席 已经正式向德州州长提出现意 要求对方支持举行公投 新闻到此 谢谢收看 祝您晚安